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微博B站之类的 让粉丝觉得他们的爱豆很在乎他们 其实一点都不 没工夫搭理他们 只是为了提高人气罢了 贝加和祖国人经常接触是在情理之中 突然有一天贝加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一开始比利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很难受 整日在家既有交仇 这时候中情局的探员马洛里敲开了他的家门 咱们前面提过好几次马洛里事件 现在终于要展开这件事了 马洛里给比利播放了一段派对之后的视频 视频显示贝加和祖国人共同进了一间办公室 三个小时之后 我的天 贝加衣衫不整精神凌乱的走了出来 此后便消失在公园里 可以说马洛里就是比利的带路人 是他将对抗超人类的种子扎在了比利的心里 从那一刻起 比利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复仇之路 他仇恨祖国人 仇恨所有超人类 不过让人难过的是 修和安妮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已经来到了七天便捷式连锁酒店 两人别开生面生龙活虎地斗争了一番 事后安妮说出了她的顾虑 交往了这么久 她一点都不了解修 不知道她家在哪 不知道她是哪个单位的 工资待遇又如何 修无奈只能舔着大脸说自己没有工作 用文明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上的忙留子 而且也没有房子 也不好意思带着女友回她爸家过夜 所以七天连锁是他们最便捷的选择 说来也很神奇 这要是正常的情侣 一听南方没工作也没烦 上去就得拉嘴巴 你不就是臭吊丝吗 癞蛤蟆想吃天鹅又 没想到安妮一点都不在乎 像这种傻白甜式的美少女 能不能给我的粉丝发一发 我就不要了 说归正传 火车头最近有点上头 在五号化合物的催化下 她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心脏也越来越大 骨密度越来越低 再这样服用下去 恐怕要携菜 她的经纪人兼教练 正是她的亲哥哥火车尾 火车尾十分痛心地提醒弟弟 不要再用下去了 先暂停各种商业比赛吧 把身体好好养一养 但火车头根本就不搭理她 依然一意孤行 正伴着嘴来电话了 祖国人要开会 祖国人召集了七人中 剩下的五人 透明人死了 深海被流放 在会议室的大屏幕上 展示了西雄的照片 杀死透明人 勒索魔装女 威胁橡胶而露飞 安妮不相信西雄能干出这些事来 但一联想到罗宾 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祖国人有理由怀疑 安妮在背后帮西雄收集情报 对付七人队 安妮只不过是一个 被人利用的愚蠢女生罢了 没必要小题大做 七人中已经只剩下五人了 难道还要自相参差 自损一员大将 祖国人卖梅芙一个面子 不追究这件事 但她要杀修 谁敢拦着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在会议上 祖国人没有展示出比利的照片 她心中另有安排 她知道比利痛恨七人队的原因 恐怕与她绿的人就有关系 但这件事她也很冤枉 被家并不是她正失踪的 她以为只是平常绿 没想到把人家媳妇给绿丢了 这真是人在家中做 郭从天上来 这么说的话 应该是沃特集团下的毒手 为了维护祖国人伟光正的形象 集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会后她来到副总裁马德的办公室 马德非常镇定 声称自己一点都不知情 集团绝对没有对被一家下手 但祖国人的超能数不胜数 她看到了马德加速流动的血液 和快速跳动的心脏 这是说谎的征兆 既然马德不说实话 祖国人又去询问了 已经退休的集团首席科学家 舅母博士 舅母是当年负责培养祖国人的 主要人员之一 虽然已经满病斑白 但仍然记得祖国人的真实名字 叫谢永强 时至今日 她每天都在后悔 把幼年的永强从父母身边带离 让祖国人在没有亲情 没有关爱的环境下长大 出于愧疚 舅母说出了实情 在被家失踪大约一个月以后 马德找到了她 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被家怀了祖国人的孩子 通过一期检测 被家肚子里的孩子居然能发出红光 这是什么概念 世界上第一个正常受孕的超人类诞生了 以前的超人类都是药物培养 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呀 真正的超人类要自然诞生了 大家要知道一个人的能力越强 那么她的基因侵略性就越强 是很难让异性受孕的 除非异性也是个基因强者 无论如何被家怀孕了 她与沃特集团签了一份保密协议 愿意配合集团将孩子生下来 可惜 婴儿的成长速度超出正常人类 就在预产期的时候 婴儿发育过猛 撕裂了子宫母子双亡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祖哥儿哭了 我成为爸爸了 然后又不是了 当一个不孕不育患者 终于有一天有了孩子 这里面的心情大家可以理解 咱们暂时先放下祖哥儿的心情 来看黑暴救察队 古话说得好 敌人往往源自于内部 休这会儿遭到了小队其他成员的怀疑 主要来自于比利 七天连锁便捷酒店 比利蹲窗户底下听了一宿 都说了不让和操人的交往 那怎么还上床了呢 休一听就来戏了 监视自己人是不是 偷听是不是 我退出 可惜此时想退出已经晚了 休的老爸来电话了 电话那边传来的 居然是火车头的声音 所有人都意识到 黑袍小队暴露了 鲁人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 一百多亿美金全部冻结 比利火冒三账 发誓要找报信的安妮算账 可是休坚信安妮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那么告密的人是谁呢 大家同时想到了梅子梅 比利去找梅子梅算账 休回家找火车头solo 开什么玩笑 论打仗 普通人怎么可能打得过超人类 只有魔法才能对抗魔法 在休假装害怕的时候 喜洋洋从房顶渗入 一棒球棍砸断了火车头的右腿 休的老父亲长工获救 另一边鲁汁也接回了自己的妻女 而出卖大家的梅子梅 没有得到沃特集团的工作 他想要逃离纽约 在火车站的时候 被比利堵了个正着 比利也不跟他废话 丧气就是一顿毒打 梅子梅苦苦哀求 生生自己可以帮比利 找到失踪的妻子 但比利根本不信 痛下杀手将梅子梅干掉 此时沃特集团 已经盯上了黑暴小队 哪里都不安全 法兰提的安全屋也不够用了 现在连累的 已经不是他们几个了 还有大家的一家老小 谁都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仅存的希望 似乎只剩下FBI 鲁汁知道 比利和苏珊谈谈的原因 是祖国人 可是这么多家人在这里 不能再允许比利强硬下去了 在他的苦苦劝说之下 比利终于妥协 交出了所有证据 换取FBI的保护 当家人们被接走之后 黑袍小队的人 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后FBI和CIA雷霆手段 迅速传唤沃特集团 副总裁马德 除了要求解释 5号换手的事 还要求自动撤销军事法案 否则就会将所有证据 向媒体曝光 到时候沃特集团 这艘大船将击毁人亡 整个过程 马德不喜不悲 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打算 突然有人递了一张条子 让苏珊出去谈谈 这么关键的时刻 递什么条子 一点都没有眼力见 苏珊骂骂咧咧咧的 走到作战室 工作人员向她演示了 海绵板把特种部队 打击恐怖分子的录像 这个作战方案 是早就计算好的 有什么可看的呀 别说话 先看视频 只见录像里 一个恐怖分子自爆了 自爆了倒是没什么 关键是自爆的人 没有死 恐怖分子变成了 超人类恐怖分子了 大家想过这种变化的结果吗 很多人已经想到了 那就是海绵宝宝不好使了 太大兴也不好使了 人类的军事力量失效了 只有超人类 才能对抗超人类 从此之后 没有人能阻止军事法案的通过 说什么都没用了 只有沃特集团 才能打击恐怖分子 骑高一刀啊 马德骑高一刀 这个杀手锏 是谁都破不了的 秀这边终于等到了安妮的回信 安妮还是相信爱情的 两人在公园的长椅上见面 安妮一见到秀 就要把她扭送到警察局 按照她的想法 落到警察手里 怎么也比落到七人队手里强 秀大惊 落到谁手里都没好啊 沃特集团为了掩盖 五号换核物 除了警察局的事都敢做 谁都保护不了她 秀毕竟骗了安妮这么长时间 不抛出点话题 转移注意力是不行了 先别管我究竟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 还是先谈谈你的身世吧 你要知道 所谓的上帝的孩子都是谎言 没有天选之子 全是五号换核物的实验品 包括你也是 安妮这么多年的世界观被颠覆了 怎么可能不是呢 没有理由啊 俺不是上帝的宠儿 就在她一愣神的功夫 比利突然杀出 一举打在安妮的心脏上 安妮嘎嘎嘎嘎了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安妮不怕子弹伤害 但是她疼啊 就在疼的时候 比利拽着羞 逃之夭夭了 本期完 这集故事介绍了 比利的玄矮深仇 以及黑袍小队暴露 以及五号换核物暴露 随着超人类恐怖分子的出现 黑袍小队几乎被逼入绝境 再多的证据也没有用了 在碾压般的实力面前 阴谋和轨迹失去作用 人类政府都照不住黑袍小队了 现在看来 大家伙的前景十分令人担忧 几乎没有翻盘的机会 下期是最后一集 咱们看看故事会怎样发展吧